西域石窟的壁画一定是庄严的吗? 不是人间烟火没有世俗艳情味的那种吗? 如果你觉得是,那就存在傲慢与偏见中的偏见了 我是华晓儿,今天就带您重新认识一下石窟壁画 本期视频是我在天津大学讲座的一部分 因为没有录播,应粉丝的要求,我分期制作出来 首先我们用地图大概了解一下古希腊和古印度对我国西域石窟造像的影响 这个是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阿伯罗的雕塑 这个是古印度摩托罗时期本土风格的佛雕 在公元前两个文明在巴米扬地区相遇了 形成了剑陀罗的造像艺术 那你知道为什么古希腊和古印度的文明在这里相聚了呢? 这是因为在公元前三百多年亚利山大大帝带着马其顿大军占量了这里 就捎在手的带来了古希腊的文化艺术 当然也包括两河流域的波斯文明 剑陀罗的艺术风格随着丝绸之路进入了我国的河西走廊 对新疆和甘肃地区石窟造像艺术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这个是藏于德国人类博物馆新疆克塞尔石窟的尼塑 是不是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艺术形式就影响到我国附地的造像艺术了 这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山东青州出土的佛雕艺术 也具有很强的剑陀罗风格 从这个地图上我们能直观地理解西域石窟造像艺术的发展路径 当然今天的主角不是造像石刻 而是飞天艺术 因为两者发展的路线是相同的 我就拿佛雕石刻让大家首先有个宏观的认识 咱们就顺着这条路径来分析一下飞天艺术的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古印度地区的阿珍陀石窟 这个是兴建于公元前二世纪到六世纪的石窟 我们看一下第十六窟的飞天石刻和第二窟的飞天壁画 这和你认知的飞天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是不是这里的飞天人物是有男女之分的呢 其次都是裸露的上身 最后就是动作和眼神是比较暧昧的那种 再来看看第十窟六牙象王本生图 本来说的是六牙象拔牙感动世人的事情 但这幅壁画大篇幅地来描绘凡摩达王和他的媳妇 在皇宫奢靡生活的场景 这个图片不太清楚 咱们来看一下转画后的线稿 这看起来还是你认识的佛教本身化吗 这你是不是就疑惑了 古印度的文化艺术是怎么了 这是在恶搞佛陀吗 再看一下山崎大塔生疏供养的雕刻 既然供养的佛陀 咦 为什么没有释迦牟尼的形象呢 这又是为何呢 在古印度的石刻和壁画中 既有宗教的庄严性 又有世俗的艳情味 我想这个根源是受到了 古印度文学的罗马言纳和摩河普罗多的影响 例如在罗马言纳中有天女乌尔瓦倩 她和凡人结婚后 就不能让她看到丈夫的裸体 看见了她就消失了 还有就是打猎的国王 看到了美丽的仙女 沙公达罗便动了心 等等这样的神话故事 都是一个正经的故事 有一个不正经的开头 再者就是关于菩提树的问题了 因为早期的佛教是禁止人物崇拜的 就像基督教一样 早期是禁止图像崇拜的 所以人们就用菩提树来代表佛陀了 在古印度认为佛陀的涅槃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人们总是载歌载舞的围着菩提树跳舞 而在我国的石刻壁画表现佛陀涅槃之后 人们都是伤心欲绝 甚至出现了自残的场景 对佛陀的理解更接近于死亡 这就导致了艺术人物上的表现有很大的不同 下面咱们就来到了巴米扬地区 就是贵双帝国时期的剑陀罗风格 这幅画是阿富汗的巴米扬西大佛头顶的飞天壁画 大佛在2001年的时候被塔利班给毁掉了 极为的可惜 从画面上可以看出来仍然保留着 古印度飞天男女暧昧的表情和动作的样式 因为巴米扬地区的石窟是破坏严重 保留下来的资料不是很多 所以就没有更多的资料展示了 然后从巴米扬顺着丝绸之路进入了新疆的克兹尔地区 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在新疆米兰出土的有意的天使壁画中 和古希腊天使丘比特是不是还蛮相似的呢 包括在库车出土的舍利河上的天人的造型 也是一个呆着翅膀的小天使 这里的飞天艺术表现成两极画 在克兹尔石窟的第38窟 可以看出这组飞天还是有男女之分 赤裸的上身 深色的是男性 因为颜料氧化了 所以是发黑的 男的是在弹琴 女的皮肤稀本 女性的特征很明显 在演奏笛子 而在第8窟出现了另外一种风格的飞天 虽然还是赤裸上身 有男女之分 但是性别的特征已然不明显 这个明显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再从克兹尔顺的河西走廊来到了甘肃地区 这里包括东皇 墨高库 张艳 马提寺 武威 天梯山 永静 丙灵寺 天水 麦奇山 等等 首先看一下墨高库272库 这个是典型的火印度风格 上身没有衣服 两腿的动作幅度还是很大 这个动作像不像刚才介绍阿丹托石窟的壁画的造型呢 在254库出现了V字形的飞天 衣服也是有这种飘逸感的 但是画法还是比较愣的 裙脚表现的是比较尖锐的 另外在第249库中表现的有周穆王和西王母相会的情景 所以以后不要一说到东皇壁画就说和佛脚相关 本土画也是墨高窟的重要的一个特征 这幅就是在永静丙灵寺第169库的飞天 思考一下 那这与上面所说的飞天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是画法上已经有中原的线描的绘画技法了 其次是人物的性别中型化 再有就是飞天的人物旁边写的字也叫榜蹄 这对历史和社会研究具有很强的价值 但是人物的造型还是古印度的风格光着榜榜 下面这幅是天水麦基山第133库的飞天 你看着秀儒长裙 极具动感 完全进入了近代世女绘画的范畴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强大之处 在逐步的本地化西域飞天人物的造型 随着北方民族的强盛 我们来到了山西的云岗石窟 这是云岗石窟的第20库的飞天 这是不是进入了你通常认识的飞天造型呢 表情端庄 长袖飞舞 唯一的不同就是身体有点胖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时期的飞天的人物身体是比较丰裕的吗 再看第8库的飞天 人物已完全中小化了 没有性别之分 上身也穿着衣服 完全符合儒家文化的审美特征了 还有就是这个第6库的飞天 人物的造型继承了克兹尔石窟和墨高窟的V字形和直角的飞天 但讲道理 这个动作还是常人能够达到的 再往中原的附近推进 就出现了高难度的瑜伽飞天 跟随着拓拔红的脚步 咱们来到洛阳 来看一下以洛阳为代表的内地济南邦飞天艺术的特点 这个是龙门古阳洞石窟的飞天造型 和云岗石窟相比 人物明显是苗巧了很多 身体销售也叫长石腰 这个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特点 不有个看似威戒的典故吗 说当时有个美男子叫威戒 瘦城闪电 人们是羡慕极了 争相的来看他 他为了保持身材 天天是吃糠烟菜 最终导致营养不良挂了 这就是有名的看似威戒的典故 也从一方面来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的审美 再看看这个是江苏丹阳的画像砖的飞天 这飘逸的飞天 像不像道教的绘画八十七神仙卷中的仙女造型呢 当然还有多种飞天形象共存的现象 你看看山东青州微笑观音上脑袋顶的飞天 还保留着东黄时期的飞天的影子 本期以地图的形式梳理了飞天艺术在我国的发展 以及受到中国绘画的影响 那反过来讲 西域的石刻壁画对中国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这个话题咱们下期聊 哦对了 别忘了视频中的问题 就是云岗石窟中飞天人物的造型为什么那么粗壮呢? 这个问题貌似有点简单 我就再送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山东青州会出现那么强烈的 简陀罗写实风格的发雕呢? 我是华晓二 点赞关注了解名画背后的故事